新城乡北浦村有一名恶邻居 自己的门口占满了回收的冷气和洗衣机 而自己的车则是占用了邻居的门口 造成了村民出入不方便 而劝导之后并没有改善 而反而是口除恶言 不时的和邻居吵架 那么现议员正宝秀在20号临时会当中就提出质询 希望环保局警察局等能够依法的来规范 那么21号北浦派出所所长 也特别前往执行公权力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活 新城乡北浦路上有一位儿邻居 村民们常年遭受北浦路上某个电器行的老板 对邻居威胁以及恐吓 造成成一人居住环境品质 进出这家门口权益受损 我的门口是这样 我的小孩子无用车棒里面 要出门上班 他的老婆都要人家尊重 我们这边都不用人家尊重 车子停到人摩托车都没有办法出去 只是告诉他 不好意思 你可以往前一点吗 好不得了了 好是我们这边的老大流氓 在对面开车 只在我鼻子就跟我讲 我狙人去的 猪鼻刀啦 停一下车不能停 你那么凶 你一个男生停着车子在对面大吼大叫 我根本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隔了两个礼拜我问他 他说我们的门口不给他停是对不起他 这是什么道理 还跟我讲 你女儿在基金外上班姓林 你这样子恐吓我 邻居都知道我的老公在家护病房很危急 你这样欺负我一个女人 你恐吓我的小孩 我当然我要站出来 现在就是说我都好嘴跟他说 还有一次 我就用A4的我给他写 写说 请把车子停好 方便大家停车 我来带一趟的问一下 回来这里护护球 老公我拍到不知道你拍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 要叫出来 他说 还有一次还不是那样 也停不好 我说大家好处边 大家那边以前也兵材货币 你这样就要这样 大家方便嘛 你要稍微拍那边怎么办 那个口气真的就是 他也吃我70块的老人 我吃我18岁的那样 我是真的很不想聊事情 这年会了 都用好嘴跟他说 他就是这样 我们家在那里 他就整个你看 他要架这个架子 都没有跟我们讲 就直接自己搭哦 可是调节 108年调节到现在 那时候有说好 要拆 结果到现在你看 也完全没拆啊 北五八十岁的所长 也在21号 一早也从厄林区家中 劝导改善 同时也说明出义了情况 电池航禅违规占用道路 对质回收电池用品 影响道路空间及招乱又危险 从楼上直送后面的防火箱 并且大部分半夜使用洗衣机 其噪音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睡眠品质 更影响到后巷共用行手用的安全 电池则是杂草重生 影响到左右邻居的生活品质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澄清反应 希望二邻居能够和住户们和平相处 接着节目 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